現在為大家介紹MOTORMOLA最新的紙紋便形裝置 試一試設定給大家看看它們如何使用 首先設定,選擇位置及安全性 進入後有一個密碼 設定密碼 設定螢幕鎖定 進入螢幕鎖定後,選擇指紋 之後,機器系統會問你取出四個曲的密碼 以防掃描不到指紋時,不能進入 隨便吧,無所謂 連續打兩次,四個數字是6萬 之後,它會要求你跟著的圖示 輸入你的指紋 就是一樣,數一次 方法就是這樣,簡單 數兩次,數兩次 給大家看清楚 數完之後,你會看到 它會要求你拿左手指紋 用左手指紋,試給大家看 一次 完成了 就是完成了你的指紋 然後掃描了 那如何開啟鎖呢? 例如說,機器已經關閉了 你只需掃描一掃指紋 如果它可以讀到的話,便可以開啟鎖 如果它可以讀到的話,便可以開啟鎖 它可以開啟鎖 它不太好 數了這麼多次才能開啟鎖 不過掃描不到也不要緊 譬如說真的掃描不到 好,你可以開啟鎖 這樣可以進入 在這個功能下,你可以很方便地開啟鎖 關閉鎖 以及確保你的手機的保安性 不會讓人一接到你的電話 便會取消你的資料 好,非常方便 在這方面 另外呢 它呢 Moto Girl的介面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功能和特性 就是你會見到 下面呢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不同的頁面 只要你按每一個按鈕,都是每一頁來的 暫時來說 所有的開啟鎖 都不可以提供到給你用戶介面 幸好呢 Moto Girl呢 在這部機上 因為CPU的強大功能 所以呢 在運算和使用上 都不會出現這個疾機 或者有任何緩慢的跡象 所以大家呢 買這部機呢 我相信都是一個名字之選擇